Hello,大家好,我是Elizabeth 上车学会这招可以让车内快速降温 首先,上车过后,先打开所有的车窗 开启空调,把风速调到最大 开启外循环 等一两分钟,车内温度降低后 关闭所有的车窗 将外循环改为内循环 记住,所有的触风口都向上吹 降温会更快,因为冷空气比热空气重 冷空气向上吹,可以加速空气循环 快速对车内空气进行冷热交换 让你的车快速降温 有听说过,网上还有摇车门的方法 但是,这么热的天 你来来回回地摇车门 车内的温度是降低了 可是你的人却更热了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学会了这招吗?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like和share出去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下次再见,bye